大家好,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买了十条能吃的铁皮石壶回家 结果孵出了很多根,也孵出了很多芽 当时有跟大家说 等我想到用什么方法来上盆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准备把它上盆了 在这个透明的塑料杯里面 水干透了,我也没有跟它加水 那是方便我今天操作 这些芽有点细长 应该是光线不足的原因 要赶紧跟它上盆 要不然很容易倒伏 这里面的芽也是比较细 有点弯弯曲曲 说明是容器不够大 所以它想钻来钻去往外面钻 先把它拿出来 看看它在里面的情况 由于是能吃的 所以看到它洁白的根和嫩嫩的芽 真想咬几口 偶尽一只长了很多芽 偶尽一只就长了一两个芽 你看这个就是了 应该要修修剪剪一下 才方便我们上盆上板 这里面的根都长得残在一起了 要小心的把它们分开来 要不然会弄断根和芽 这些芽长得比较稀疏的 我就留了长长的原来的老杆子 然后呢准备把它们就拿来上板 给它留了这么长的老杆子 是希望老杆子继续提供营养 它还会从其他的节点长一些芽出来 等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整齐的排列 当然板上面加一些水炒水苔 这一些节点比较密的就准备拿来上盘 我们先把伤口插上一些肉桂粉 让它干 特别是种到容器里面的 一定要把伤口处理好了 现在先让它晾着 接下来加拿水苔就这样排列有序的 排好一支支的一条条的这些芽 然后我会用很细的棉线绑起来 可能你会问怎么不把长的剪掉 我是想长长的老杆子提供一些营养 特别是这个覆盆器 这个舌木板搭上水苔放上芽芽 绑在老杆子上面就行了 接下来就种这些小芽芽 它的伤口大概已经愈合了 我会把它种到这个椰壳里面 椰壳下面有一个大大的孔 但我还会跟它垫底 垫底会用一些蓝石 还有木炭面上再用水苔来固定它们 这就种好了 十条能吃的铁皮石壶 敷出来了芽就种了三份 这一个椰壳之前钻好孔了 等一下帮它弄上挂钩挂起来就行 接下来说说覆盆器的管理 由于它之前的根全部是裸露在空气当中的 吸收的是质感里面的养分和空气当中的水分 所以我在把它们上板上盆的时候 没有完全把它们的根盖起来 那是想让它感觉跟以前一样 所以我们在覆盆期只需做到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水太干了 把它浇得润润的就行 看到它开始在长根 长芽 比如现在的根再继续长长 芽再继续长大 那就是覆盆了 覆盆以后 属于它的积极生长期 在积极生长期 我们可以大干大湿 也就是说干透焦透 覆盆以后可以湿薄肥 慢慢的增加肥料的浓度 在菜市场买了十条能吃的铁皮石糊回家 付出了芽和漂亮的根 有跟大家分享 当时说到时候想到种植方法 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兑现了我的承诺 把它们上板上盆的过程 跟大家分享了 也分享了覆盆期的管理 既然这是能吃的时候 我不打算跟它施肥 我是准备种来吃的 如果你想知道它们的后续情况 请留意后期的影片 好吧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椰壳怎么来的 怎么清理的那么干净 那在影片的后半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椰壳 这个椰壳是我跟老公一起出去喝茶 老公跟我叫了一份甜品 椰肉很容易的 用手指一刮 轻轻的就刮出来了 并且还很干净 我想想废物利用 不要浪费了 带回家处理一下 可以拿来种花种草 所以就带回家了 带回家以后 把它清洗干净 用用水煮 再用清水冲洗 最后晾干 然后再泡水 再晾干 重复几次 就把它放起来了 今天突然想起来 就把它拿来用上了 关于它下面那个孔 是很容易一戳都穿了 其实有三个孔的 我就戳了一个孔 另外上面挂钩那个孔 是怎么做的呢 塑料杯一样 用一个铁线 烧的比较红一些 然后就慢慢的多穿了 试了一个 诶 这样子做还比较不错啊 然后就继续弄了三个孔 所以到最后就可以把它挂起来了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废物 可以再次利用 拿来种花种草 比如一次性的外卖杯 饮料杯 饮料罐子 饮料瓶子 我们可以再次利用 不要顺手扔掉 增加堆田区的负荷 也对我们的环境有一定的污染 废物利用 拒绝钱 又环保 和乐而不为乐 再次准备